红都拉斯的军事政变现在传闻四起 但是呢 我国外交部跟总统府也正在密切的观察 评估这个红都拉斯的情势 几天了将会是一个关键 不过到了昨天晚上截止哦 那么马总统出访的行程还是没有改变的 还是6月29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要出发 配合红国总统赛拉雅的时间 出访的时间还延长一天 总计有十天九夜的时间